字幕提供 音樂 那個 現在上課 各位童馨 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9左 各位童馨 今晚感謝最看 請誰請這 大家平安 請大家在節目的辛苦 哇 真的不容易 不簡單 我們可以參與臺灣民進府的行列 歷史的改造 觀念上的改造 也算我們實體上真的要改革的一個契機 那我們請湊 我們都知道臺灣這裡當局 初級班可能都上過了 在我們一般還沒有來到臺灣民進府上課的時候 觀念都是在中華民國 我也是臺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都以為說 我自己好就好 自己生我就好了 不要插別人的事 那是陰島的事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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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陰島的事 這些觀念常常會為要看個人的年紀 自己的年紀 自己的年紀 像我們當中有老前輩的 應該很清楚 那年輕人說 我自己生活就好 我自己讀我自己的書 我教由自己 或是教由自己的家庭 或是教由自己的家庭 這都是在中華民國 還沒接觸臺灣民進府的關聯 那些地方非常的彥 根本1 kı為了 這樣更難 什麼意思 去ğer Code 心情 これは日本的事情 realised 年輕人到島嶼 Service 之後嫌綁了我 九姨曉得我 不好看都已經不成為了 integrate бан tä You 前 Haulops be a you think 這輩子上擋了我 誰可以做得著你 高沙族的生活 这是高沙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 我不一定到都市 但是因为为了探级 为了赚钱 为了子女教育 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高沙族有十四种 有十四个族群 那这个十四个族群 阿美族很早就来到都市 因为觉得说 感觉在山顶还是在海里 也赚不到什么 到都市 高红边花花绿绿都来 有一群白蚊肉 还是台蚊肉到都市 以前三十多年前 高沙族的年轻人到都市 找工作的时候 都是一群一群 我很清楚 因为我是胎儿族的 我是胎儿肉的 那看到那个一群一群的 少年人到时候 文化和生活的习惯 习惯 没适应 没有适应 没有办法适应 因为三十几年前 哦 这个是缓纳 那我们一听到缓纳也很生气 其实也不是你们取的 不是任何我自己的名字 还是这个缓纳也不是我自己的名字 什么缓纳 那一听到那个缓纳 哇缓 哇不得了 哇缓纳 哇缓纳 因为别人说是缓是台湯的 缓是出臭的 缓是出臭的 啊不得了啊 四五十年前 连平地人一听到欢 也是怕 那这些都是 不是 也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我们高沙族的问题 是我们生活环境里面 谁告诉我们这样的 我太太是塞雷修家 呃 敏南 所以我还可以讲一些的台语 不说台语 我会 那个 那个 我的岳父母说 这个驾驶是怎么没进步 都是用自己的围纳 我用自己的围纳 到外长人 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四十几年前 他跟他的女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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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个欢啊 交朋友啊 啊 那时候还没有意会到 那种的欢 那个欢啊的 那个很严重的意思 我没有体验 到底那个欢是什么欢呢 嗯 嗯 厉害 我更清楚 我 我感受我的太太跟我说 真的欢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那个 没说道理的人 嗯 不是那个欢了 是真的欢是 真的 怎么讲 都 讲不听 講不听 这就是欢 是不是这样 对 这样啊 哦 这个 这个观念 让我们高沙子的年轻人 也是改观 也改观 不然的话 我们主比干 很难的 像我爸爸 我爸爸说 我爸爸说 不要勉强 不要变强 那些人 修价 怎么可以 买贪 买贪 来到我们的家 要在家庭啊 车庭没什么 吃的住的都不方便 山上有蚊子 有蛇的 都不方便 我们还以为说 真正欢就是 我们山地人高山主 什么山地山包 山地人 平地原住民 那山地原住民 那样不一样的名字 本来是对高山主 高山主 后来欢 找欢 还有这些欢 然后这些的词句 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 但是到了都市的时候 才发现的时候 哦 欢啊 欢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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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你 北队的少年人也会怕你 欢啊 真的不得了啊 那个凡人 打架又很厉害 跑也跑不 没办法跑 追得到 所以他们一听到平地年轻人的时候 听到欢了也是很怕 但是我们 高山主的年轻人到桌子 也是会怕 也是没路啊 然后到都市里面 也说跑来跑去 还是会被追到 被谁追到 露魔 所以这些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凶五次 五三众的人五次 对北队少年人五次 北队少年人对五三众的少年人 也是好凶五次 所以彼此误解的时候 当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对不对 不要讲说欢啊 夫妻也是同样 北母也是同样 爸爸妈妈也是同样 那是好凶 没了解 又五次也是 哇 那是蛮可怜 是因为彼此不谅解 所以今天 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上课 观念 真的要重新建构 那是不是真的是 像我们以前过去 把山地人 名称都 一直取取取取取到 那么多的名字 从山地三胞 好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难怪的说 山地三胞 好啊 我三胞 你四胞 我真的一边调侃 那这些都是因为 在制度下的问题 后来来到民政府的时候 这个观念 这个真的不好的一些观念 搞混我们整个的名称 这个重新建构 重新改变 所以今天是 我们是 打那个台湾历史的书名 我们都在扛台湾真正历史的使命 所以毕竹 给我们常常上课 那我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认识这个台湾自立当局 其实简单来说 自立当局是从中华民国开始 那这个中华民国也不是很自然有的 是把中国的中华民国 1912年成立在中国的中华民国 那些名称 只是把它一直带到台湾 在国际法来说 你要把你也不在你自己的土地 建构你这个国家的名称 然后被打到另外别的国家 或是另外一个地方 你还是带着这个原来的名字 这个叫做流亡 因为中华民国本来是在中国 对不对 1992年 那是成立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名 由完蒋介石集团 带到台湾 由完请罪中华民国 那个中华民国不是在台湾 本来是在中国 所以你把名称一直带过来 这个就是流亡 我们高沙族就是说偷窃了 不只是流亡 你还要偷 偷别人的名称一直带到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名称要怎么去重新建构 就像我们秘书长常常说过 中华民国民进党已经不是台湾人的党 中国国民党又是外来的政党 台湾人现在只有呼吁拒绝选举 参选这个流亡中华民国总统 因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个观念很恶改 很不容易改 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这一计划是好像一般 对一般的台湾人说是 好像称赞称赞称赞名 好像只有名称而已 那实际上说 我本身就是台湾人 一般的台湾人 我本身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我们民宿长常常问我们说 好那你用什么根据 用什么法律的根据 你是真正的台湾人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 那我们会把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跟台湾民政府省庆的 核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 这个台湾政府省份证 好像没有办法理清 电话美国 我有省份证 你们那个台湾省份证 是你们自己做的 所以核发的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没有把真正的法 跟实际上的事情把它理清 所以没有理清的事情会搞混 所以一般台湾人说 我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会变成别的国家 我怎么会变成日本人 特别在我们的国家 我本身就是在这土生土长 祭舊五千年 祭舊六千年 祭舊一千五百年 一生甚至到万年久 都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真正有根据吗 然后我们高沙族的说 我就是土生土长 不管政府变了 我还是台湾的人 所以那个传统上 感情上 不是法理上的这个件事情 都混在一起 搞混了 所以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实际上秘书长给我们点一个 很清楚的说法源的观念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按照法 就像有人说我们高沙族 这个山都是我们高沙族的山 这座山是我祖先老来 我祖先留下来的这个座山 都是我的土地 这个一旦说谈到土地 奇怪 名字不是我们家族的名字 这座山有的是说 已经变最中华民国的名字 那今天高沙族这个是高沙族的保留 保留地 原住民的保留地 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样称 现在那个土地不是你们自己 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也是你们这样走 还是这个土地是保留地 保留地 所以我们讨论 高沙族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还是保留地 那根本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以前都是一千多年 三千年前 五千年 一万多年 已经住在这边 还是保留地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你还是活在中华民国 把你改就改 你要怎么改 你要改吗 这个土地是我亚乌书的土地 台儿肉 那但是 六五所有管 没有 没有啊 保留地 这个 所以传统林都是保留地 这样还有 所以我们高沙族说 一直抗议 抗议 抗议 那有的是荒物土地 抗议 那有的是跑到台北市 1988年 荒物土地的时候 哇 那是 在 不管是四百年 或者是一万多年前 五千年前 头一回 行我头对 运动 游行到台北 台北起来 我们差不多三千多位 1988年那时候 为了土地 连我们做牧师的 撩下去了 就一直下去 带动所有高沙族的年轻人 抗议 向中华民国抗议 有好吗 没有好啊 也是有缘保留地啊 所以在三年前 大概三年半前 我听到我们的秘书长 我到中华田中那边听秘书长 专程去听 我来听以后 这个法理真的是 真正的 我们称打烟来讲是 这个 这个是真正的法 你不能打破 你这个是等于有一些禁忌的 你不能因为你的感情 什么都打破 这没有好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法源 真正的法律 而且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是国际法 又是战争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 这都是国际的法律 国际法 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 簽就好了 不是 古今山河边条约 是四十八个国家在那里 潜效 行好 所以 一九五二年四十二十八号 他们生效以后 才确定 法源 就是 万台儿若共的 法律 法律 那这个法律 就是一定要遵守 所以听起来 然后我就问秘书长说 秘书定 哪里 那时候我们还讲原住民 因为都被中华民国所原住民 不是大卡少国 是原住民 那我们原住民传统领域 那怎么秘书长 我们台湾民政府怎么处理 秘书定说 两件事 找一个 传统领域 归放给你们 啊 这个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从以前 一直到现在 你看 那么多的政权 只有五个六个政权 同在我们的台湾 不一样的 同在这 生活也不一样 就要更多 辛苦 更辛苦 哇 想起来真的是蛮可怜 所以我跟我爸爸 我现在我爸爸85岁 我说爸爸假如说 回到以前你的生活 和现在的生活 怎么比啊 说 孩子啊 不要再回到以前了 以前真的很辛苦 但是今天更讨厌了 不但辛苦更讨厌了 是什么 中华民国 酒家民国 哪里没有来的 哇 蛤 还有不一样啊 哇 难怪我爸爸 我们三次唱日本国歌的时候 哇 我头一次听到 我爸爸 从对头开始到 到结束 我自己唱日本国歌 哇 我看到我爸爸的眼神 就回想到 你哄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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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哄自来的 哦 说的是你 所以一定会回想说 那种的贴切 所以 传统领域 归还给你们 然后你们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 人民的生活 你们自己主导 你们自己管理 这是秘书庭 跟我们说 哦 那好啊 我就开始召集很多的 博书 教会 兄弟姊妹 我们大家一起慢慢听 那听以后 有的 有的 马上进入 马上参与 有的 也是不能改 啊 中华民国 你要推翻啊 不可能啊 啊 你要代替中华民国 那更不可能啊 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个观念 就是因为 一直活在 已经进入 今年已经进入69年了 流亡政府 在台湾 已经进入69年 所以 我们看看 虽然不同的观念 但是我们还是要 在结构上 特别 中国殖民政权的时候 在用军事占领和政治流亡 来占领台湾的领土以后呢 那大量的难民移入台湾 当时秘书长讲说 将近六百万的 那时候 无论是一百万两百万 甚至进入到台湾 那时候 六十八年前 将近六百万的台湾人口 但是中国人呢 就用移入 实际上这移入是把 移入到台湾 然后就把 台湾的人民 在1946年1月12号 全部改为中华民国 那时候 那时候 让台湾人 没出声 没有办法出声 因为用统治者 用军队的特性 那这个特性呢 实际上 它真的是用民族特性的消灭 甚至语言的消灭 文化的消灭 这种的罪行 的确是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那这个是我们没有了解 当时没人 做一些的抗议 那只好 蒋介石用 228事件 用恐怖组织 用更严重是特务了 什么都特务 其实那时候 你旁边都是间谍 那个间谍 它就是用这个特务 来恐吓台湾人民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移到台湾 所以越来越多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还是用霸占的心态 用消灭的心态 统治的心态 殖民的心态 来统化我们烂台湾人 所以真的很可怜 那既然已经碰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 给我们更大的使命 那更大的使命 我们脱离不了 为什么我们活在现在当下 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使命 是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样的观念 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而且发现到 真正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学院 学的更多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 除了昨天今天明天 还有上一次的初级班 我们继续学习以外 我们更不能忘记 真正的嘎嘎 真正的法理 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 而不是用感情传统 用民主性的 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生活 今天我们很清楚的交代 也是有这个学习的空间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学院 是一门有秩序的思绪学习空间 一步一步 有那个不会混乱的 只要我们好好研读 秘书长所写的新台湾论 那边写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在这几天 我相信有彼此分享 有快乐吗 有啊 有啊 有改变吗 改变 以前的观念到今天 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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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天 用快乐的心情 来豪胜学习 这是我们法理学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场所 而且我一直确定 只有这样的让台湾人火路 这一条火路呢 是我们生命长存的一个地方 我指的生命是我用牧师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是一个牧师 很清楚生命是虽然上帝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用真正的生命 拔持保住在台湾这个土地方面 假如我们生命都没有保住 那我们怎么会保住台湾民政府对我们的盼望呢 那我们怎么会赶出这些恶霸的 最大的诈骗集团的中华民国 你怎么会把他赶出去呢 是不是 还是不敢 是敢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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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 而且也给我们社会有事实公正的一个交代 很多在中华民国太多的最近的新闻 事实都会颠三倒四 等一下我们会聊 安定幸福快乐生活的盼望 而且人人平等 都有享受人权福利的地方 那我们也要约束我们个人的生活的行为 这就是公义公正仁爱能够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在法理学院里面学到的给人民政府回归国际地位的正常化 是怎么要正常化 歪歪去去的生活 不得不去的生活 这样有效吗 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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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台湾 所以重新改做 真正奔透的台湾人 对台湾民政府高有 在教育 在将来受到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教育之下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使命 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国际地位正常化以后 那我们对国际世界一定有贡献 有和平和平的一个根据在我们当中 不过我们不谈别的 我们谈单单我们本土台湾人 仍处在这个流亡中华民国殖民政权 已经进入到69年历史的掌控中 本土台湾人真的要付出太大 太大的代价 为什么太大的代价 我们重新来看看 是怎么让本土台湾人要付出这个代价 为什么不要别人付出代价 严格说来应该让中华民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我们逆向思考 我们是怎么让本土台湾人 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也是不信也是转机的机会 所以今天这个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 我们一定要用信心跟 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信心 而且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给我们交代 把它实践起来 相信跟实践 让我们能够说服我们的亲家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庭 还是我们的家族 还没有加入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人 这个让我们有能够 站在付出 让他们得到这样的福利福气恩典的空间以外呢 我们就要付出 常常去说明 常常跟朋友 来做一些的互动 来谈论 小年郎用FB Facebook 小年郎 那用你自己的 在网路里面 在这几天所学到的 然后进入 告诉他们 介绍他们 这我们必须要付这样的代价 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使命 那有相信 而且实践起来 台湾民政府才会快快的到来 就像有一处经文 圣经讲的 雅各书二章十四十七节 他讲说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 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信心能救他们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没有衣服穿 又缺少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没有衣服好穿 怎么还会穿得暖 不可以吃得温饱 今天太多的人 奔透台湾人 你看我们不是有 最近看到的新闻 亚巴 有一个爸爸为了孩子 偷那个空的瓦斯桶 这个就是因为生活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偷是不好 但是他觉得为了孩子 让他们能够有温暖 他不得不自己牺牲 他就付出这样的代价 所以老板就发现 这个真的是 他用生命来换取孩子的温暖 所以不但老板原谅他 而且也送他瓦斯 那这些的温暖 我们做参与台湾民政府的人 都有预备 当然不是要劝你们要去偷瓦斯 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看 已经没有穿 有吃不饱了 他们又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那有什么益处呢 即使你有信心 但是你没有把真正的行为 放在他所需要的 圣经讲的 有信心 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西楼几条 所以这个也是 让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 也是同样的 太多的混淆 然后中华民国执政 这一段的69年来 就是要让我们奔透台湾人 避罪大中国 用中国文化来一直压榨我们 那因为我们今天付出的代价 也是因为美国对台湾 带来的一个模糊政策 造成今天的事情 那这里当局下的高砂组 更可爱更可悲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出 那今天我们参与 台湾民政府 是不是出头天的机会 我们要相信 我们今天参与 台湾民政府就是出头天的机会 这样好不好 好吗 好吗 我们一定要要参与 有相信 相信 咱的台湾民政府 实践 台湾民政府的要求 这样奔透台湾人 出头天的机会 当然这些都在这几天是不容易 不过观念会有意向或是陷入为主 意识形态来做它的氛围 当然这些都是会影响它本身的因素 有时候会做出它判断的正与否 那这些都看你的观念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参加台湾民政府 不是只有观念而已 那个观念是对中华民国69年的时间 来解除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这个观念都是要一天一天 雄雄透论 雄雄研究 雄雄去吸引我们烂的情价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才会活用 那我们所学到的无论是国际法战争法也好 让我们更清楚烂的书名 那今天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 很会搞混 无论是它的年代也好 特别在101年 为了检察官 我们也知道这些检察官 特别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谁啊 这个不要脸的 他自己以为是老大 当然我们的分析 这个黄世民 最后不是检察委员6比6吗 没通过 背后一定有大老板 那个大老板你知道吗 知道 好厉害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以为说 这个是公正社会的人士 来用评价委员 来选出真正的评价委员 结果到最后也是同样 也是要看背后的那个老板 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这样 就好像鲨鱼白鲸鱼 看到的时候会弯弯弯 也是同样 所以今天 面临到这个 弹劾呢 这也就是今天因为观念搞分的问题 搞分的就好像射盲一样 颜色不清楚 中华民国流亡政权 与台湾治理当局 而且我们更清楚 毕竟定高代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更不是台湾人 台湾就是台湾 中国就是中国 这个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藏武 最厉害的来着 让我们更清楚 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最大的使命 为什么法律法源会搞分 今天实际上有外交关系吗 按照国际法 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哪有那个外交的关系 都没有 但是今天是怎么有那个 榜高 这个是2009年 甘比亚的 那他们在这个4月的时候 2009年4月 甘比亚总统来到台湾 这个马英九好像 然后在11月14号 就跟台湾断交 这个对不对 有对吗 甘比亚与台湾断交 这样对吗 这个书 不对 台湾不是国家 是中华民国 那他们自己引导的事情 问题是他们用了那么多台湾人的血汗钱 这个钱不晓得多少 我刚看2010年8月13号 这个海地 他们动图典礼以后 因为他们有碰到大地震 海啸 然后就提供了1600万美金援助 但是这些 当然是在人情方面是帮助也不错 不过 真的在法源里面是不对 不是只骗小孩 所以今天都是这样的问题 好 特别是在1960年 他们很清楚 当时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 不过就到了1972年 把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的时候 真正的中国合法政府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 那这些都 鲍威尔也是讲得很清楚 在2004年10月25号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没有享受做一个国家的主权 很清楚 这是他当国务卿的时候 所以他们很清楚说 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今天是中华民国 为什么让领导有问题 是因为很多人民的问题 已经对马英九 现在的政府完全不相信 其实因为中华民国的架构里面 你怎么疏愿啊 不管是你怎么去抗议啦 不管你 你华民在那里 闹来闹去 在那里闹来闹去 有好有好吗 有好吗 东西没好啊 因为不是真正的国家 也不是真正的政府的架构啊 这个真的是 不是假如骗骗人 骗人 淘汰 我们的生命啦 淘汰 我们的财产啦 所以来到这边 真正的诈骗集团 最大的诈骗集团 是哪一个 中华民国 有一次 我们在去年 大概八月九月那一段时间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一个公函 那公函说 我们没有支持台湾民政府 那是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所有的教会的目函 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呢 说我们虽然没有支持台湾民政府 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 但是有的目准啊 有的丢路 代表 怎么去解释 他们怎么去解释 这个没有支持 无人说 无知情就是反对台湾民政府 哦 那个无知情跟反对无缘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哦 我们做牧师的很痛心 因为 这个是虽然是基督教的事情 但是既就有影响 所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辉语教友 对我们的民政府 没有信心跟谣疑的地方 甚至说诈骗集团 谁讲你知道吗 姚家文 这个姚家文 这个以后要怎么算账 当然是公然毁谈 他没有把真正的实际的证据 拿出来 什么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所以因为姚家文是 也是长老教会的教友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长老教会 那有五场说明会 我参加两次而已 因为我没有时间 那是八月 四月的时候 对八月我们去日本 九月又去美国 所以那一段时间 我没有时间 我参加两次而已 那我就跟那个 有一个牧师主持说 请问一下 你们这样 为了姚家文讲说 我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而且你们所流传的 这些的文书和一些讲义稿 你们愿意背书吗 你们会背书 为了姚家文这些认定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你们愿意背书吗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那几个牧师 等于是蛮年轻的 他们也不清楚 我就直接跟他们说 奇怪 我们的中会 这种中的教会 做事很粗糙 头一个 好像最性有家文 而且这个姚家文是 专门破坏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那第二个 你们邀请了台湾独立的人 独立联盟的人 邀请他们当讲师 你们不邀请我 我直接跟他们讲 你不邀请我 因为我在我2000年的时候 跟2002年 我当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 总会议长是等于是整个的总裁 总会议长 那我们做事 我在那时候也罢免了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六名 我给他们罢免了 我把我控诉到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 所以我也参加代表总会去应变这个高等法院诉讼的事情 最后我们就罢免 因为台湾基督教医院的财产 玛丐病院 新劳台南的新劳病院 众化的众化基督教病院 整个将近十经的基督教 我们长老教会的医院 台东 马街 然后台北 还有淡水 还有新竹马街医院 统统这样就要十经到十三经 那这些董事呢 不一样的董事 中华民国的董事是 自己的财产来做自己 做董事 对不对 中华民国 你成立一个财团法人 你自己有财产 你可以成为董事 而且你自己的亲人才可以董事 跟你外人无关的 能不能做董事 能不能做董事 中华民国不能 连你们自己要建立财团法人 也不能做 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 台湾基督教会的财产都是 台湾是美国 感谢人 感谢人 乐坚的 来帮助 就像 在马街 或者是 最先来到台湾的 整个 马街年轻的时候 来到淡水 那他也牺牲他自己的家乡 来到台湾 那个是几年前 知道吗 一百四十 将近一百四十九年前 马街来到台湾 然后所以 加拿大跟 美国 他们 还有英国 用他们帮助 听到台湾人 很可怜 台湾人 卫生教育不好 所以马街 台北的马街 还有台南的马亚各 那我听到 在台南的马亚各 牧师 医师 他们用自己的关系 来帮助台湾人的需要 所以就建立了 那么多的医院 所以 那个当初是 套过万中辉 受委托 受委托 来做董事 所以 基督教 中央教育的当初是 这个变业 不是当初的财产 听清楚 不是中央民国的财产 是 统统 会友 美国 跟台湾人 会会友 来奉献 来成立 这个变业 所以当初是 受委托 受委托的 所以 董事是受委托 没有永远 受委托 所以 因为这个董事 不听 我们总会的规定 所以我当主持的时候 我主持 罢免 那时候我们已经调查了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我主持 我就罢免 这些不听 总会 而且想要 用自己的名誉 来 把 马街 或是长荣大学 台南的长荣大学 归到自己的 土力 自己 贪心 所以 最后 我们就判 破坏 面子 免职 董事职 因为 当时不是 因自己的财 是隆重 教会的财 所以当时 是好像 受委托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 告诉 我们 总会在讨论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青秋 我罢免 当时 以前 也是 有机会 让他们 公围 让他们 辩白 我还是给他们 董事 被我罢免的 这个董事 给他们辩驳的机会 但是 只有听 姚家文 只有听 他们的秘书 魏瑞明 然后 我们总会就接纳 没有邀请 我们的秘书长 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 林 林博士 甚至 你也没有 邀请我 我当过 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 竟然 你们没有把我放在里面 我虽然参加台湾民政府 所以 民对民 的机会 都没有 讨论 还是研究的 机会 都没有 所以马上断定说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这样不对 信用不是这样 真哔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真的是粗糙 所以今天 中华民国 就是这样 修委託 修美国的委託 暂时管理台湾 所以 最清楚就是 已经很清楚说 台湾不是国家 这国际法 战争法 都讲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 流亡 政府 成为今天的台湾 治理当局 因为你不是国家 当然就成为 治理当局 有没有听过 台湾 关税领域区 我们 关税领域区 是因为 被美国占领 所以 要贸易方面 都是 这个名称是台湾 中华民独立关税领域区 不是国家 没有啊 都是用北美 还有南北 香港用乙渠社 香港中华旅行社 也是没有用台湾 清清楚楚 所以今天 中华民国 受到美国的委託 不是永远的委託 所以今天我们 民俗长 眼光 非常有远见 他研究了 来带出我们 今天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也学习 民俗长的精神 让我们除了 他写的新台湾 台湾论这本书 首读研究以外 我们这样继续推动 我们的事工 那今天是 中华民国 台湾这里当局 有时候是用民族主义 那民族主义是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 五千年历史 到这里五千年 真的是爱哉 没到五千年 根本没有到五千年 所以今天你看 真的是 谁站得 他说了 哪里 没人啊 这样 他们有体的 那像那个五奉 那是里面有家里的人 不好意思 因为五奉是 假的 难怪我们几个牧师 把他的那个五奉同像 在三经半夜 拉下来 那时候五奔义当市长的时候 哇 这些人弄的 哇 狗刷族 打卡杀狗 哇 大家都吓一跳 又是牧师的 你看 牧师一狠 狠起来就不得了 六 好 很清楚了 所以 所以 把那个课本书把它拿掉了 带板个碧坛桥 你看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柏了 這個是補的 民國25年8月竣工 騙校 所以這個 實際上是昭和12年 就把它蓋綴 中華民國25年 台灣 就是這樣 他會改 反正那時候 台灣人傻傻 那誰找到 也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同心找到的 以前敢說嗎 不敢 像那個蘇花公路是真正 完全他們開始造的嗎 也是開始的是日本 你覺得呢 所以很多扭曲的 只有在台灣民政府聽的事實 那都是扭曲的 以後有啦 有幫忙 有再拓寬是有啦 你看 洛杭卡 這個都是滿可憐的 因為在你們的習俗是一定要在那裡站是一定要好好弄啊 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 所以有的不一樣 所以這都是 你看我們台灣人看看這樣的歷史 他們一段中國人到北美到美國 開鐵路 開鐵路耶 也是一樣很像黑奴的時代耶 那時候還說大中國 中國人偉大 哇 哇 這個都是他們用自己的 你看 唐山過台灣 他們不好意思用 用任何用電影來 來掩蓋所有的事實 你看這副德性那麼可憐中國人耶 所以無論是教育的政策 扭曲歷史 把本土台灣人當作漢人 文字教科書 背世書五經 放棄本土語言的 所以我們台灣也是中華民主的 這個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你看 到最後 吳伯雄祖先是不能選擇的 在1930年國共種族統一政策就開始了 國民黨共產黨兩黨虛構把皇帝把它建構起來 真的有方法嗎 這也是他們自己捏造出來的 所以一直到現在說 我們是真的是儒家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所謂的總統 這個治理當局的局長 都要去拜拜到孔廟 因為這個都是他們自己 連阿伯也是有趣 馬英九也去 這個就是我們真正的皇帝 反正中國人講 一百遍說謊話就變成什麼 奇怪 所以什麼事實 他們自己編造的 你看 堂上 像這樣的抹牛 這樣的 看看 這不是那個 這個都是一樣的來扭曲事實 那今天 不只是民主的主義來 來煙蓋來騙我們台灣人 我們是中華民族 不一樣 什麼中華民族 去DNA看看 應該大部分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大部分是白寶族 很多族啊 族群 那個就是他們稱為的 石蚊 我們高沙子是石蚊 他們這樣的 那另外在他們的土耕法呢 做得更要命 他們真的是用這樣的濫用直犬 點出了 挖了高沙族 還有我們台灣人的心臟 讓很多生命恐慌 甚至於放棄了自己 拼入那個苗栗大捕事件 李宗鴻已經也被傳了 也被 也變成被告了 其實這些都是 把關的問題 所以 今天中華民國 實際上 來到台灣 已經把它當作 台灣是一個 他們的大財產 大財 更大的財富 都從台灣本身挖出去 我想我不必說那麼多 我想在新聞 或是都聽得很多 那今天無論是食品的問題 或是 數據 吃的問題 喝的問題 這些都是GMP認證的問題 因為中華民國的體制 在框框裡面 無論是68年 在那邊你爭我鬥 他們更清楚 花掉了台灣人的血汗錢 他們也在執政的時候 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大財產和領土權 所以台灣人 台灣人 應該要角色 那這些的問題 我們重新把它覺醒起來 角色 也是教育 角色也是願望 角色也是要看到 台灣民政府 對 我們出頭天的機會 我剛剛在談這個董事的問題 也 讓 教會本身自己也有反省的機會了 因為我們 我去教會了 或是我去跟幾個牧師談論 我們還是會 我特別強調這個董事的問題 然後也特別強調 中華民國是受委託 不是 他沒有領土 領土權 他沒有佔有權 他只是 佔領這個 被美國佔領的一個 委託的權利而已 那今天 官商勾結更厲害了 這是 物色事件 的附近的清淨農場 南投那邊 你看 一百三十五家 然後 有四家才 合法 我看你 那麼 那麼恐怖 一百三十多家 那 竟然只有四個 才 合夫 才合法 但是這個合法 是不是真正合法 我還在懷疑呢 是不是 學化的 我在那裡搖移 那 貪圖 我從秘書長那邊看 2005年 4月9日 華爾街報道的 美國 英違反聯邦武器出口管制法 這些 黑鷹自身機的引擎給中國 然後被逮到 判六年六個月 出議以後呢 被遣返到台灣 然後讓他在台灣 自由自在的 這些蠻可怕 貪獨的人 被逮到 來到台灣 無事 那在4月26 前年的 有幾個中將 那中將 退 退伍了 還會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 所以整個都是 在你高薪 享受台灣的血汗前 這個就是中國人 所以他們的法 都可以歪來歪去 這樣的法 還要繼續台灣 在台灣嗎 要不要讓他繼續在台灣 沒辦法 你不要了沒辦法 他還是執政啊 但是我們今年更大的機會 有信心嗎 好 好 我們看看 有的人 在2011年10月16日 被爆料 有上將村 我沒有播那個上將村的那個部落 很可觀 只要上將 只要上將的 不只是在這個地方 到中國更可怕 所有的台灣的錢都帶到中國 然後做他們的上將村 真的是可憐 那有的是 那有的是 2012年11月13號 又指出了2900位的退廚役將官 假如每個人發給一個人一萬兩千塊 假如每個人發給一個人一萬兩千塊 在一百年開始 慰問金編入了三千四百三十一萬 那整個這些的錢 哇 滿可觀喔 所以這些都是 吃我們台灣人的 很可怕 所以 我們奔透台灣人 有的台灣人說 這樣生活就好了 不要改變 中華民國也是我們的政府 為什麼要改變呢 哇 這個 要怎麼跟他們解釋 真的 很困難 對啊 這個症狀呢 他們以為說 會更嚴重 那這個嚴重是 認為中華民國是好 反而為中華民國講話 這個才是得到這個症狀 你看 他們獎 獎金總計上議員 包括 豪博春唐飛 李天宇 唐耀明 李傑高華駐 擔任過國防部長 你看 他們甘心領了十八萬 十四萬 然後五萬 六萬 這些最 所以 在立法院他們說不合理 那奇怪 不合理要怎麼改變 沒有辦法 在那邊空氣啊 在那邊鬧來鬧去 有改變嗎 不可以改變 是他們自己活在 這個框框裡面 不只是 將軍 連那個 檢察官 檢察官也是一樣 好 好 或者 銀青鋒也是一樣 上百億的 哇真的是 到最後還是查不出來 阿炳 阿炳不敢辦 阿炳為什麼不敢辦呢 因為他自己有碰到問題 那我以前在初級班的時候我講 阿炳阿炳為什麼會說我做不夠就做不夠 我做不夠就做不夠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在 他在總統就職典禮的時候 那就職典禮的時候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的第幾任總統 我這邊就任 然後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你奇怪咧 我們的秘書長說 中華民國 誰的敵人 原來是跟日本人敵人 中日作戰 那 我們是我們的母國是日本 我們這個後代都是日本天皇的成名 那我們竟然還要效忠我們的敵人 只有中華民國才有這樣的機會 你看我們還要效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有敵人 沒有啊 不存在啊 還要效忠死人 這樣有可能嗎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重新建構我們歷史的觀念 重新建構我們生命的盼望 重新建構我們台灣民政府給我們更大的一個契機 你看 因為時間關係這些都談到 另外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傳教師 美國傳教師被中華民國趕出去 那個是他做那個被判台灣 被棄台灣 他年輕的時候 他在台灣神宣也是我的老師 我讀一年級 所以被被駕走的時候我們還迷迷糊糊 我們的老師跑去哪裡啊 我都是陷阱特務 整個在陽明山下來的一個台灣神學院 全部周圍都是特務警察 我們嚇一跳啊 這是什麼啊 難道又要228事件又要發生嗎 原來我們的老師就被駕走趕出 然後過了30多年以後 他就回到台灣來做見證 好 那關鍵性就是 我們看最後的一個圖畫 這個是民進黨在原山成立的地方 民進黨反對中國國民黨 那原山誰的財產 中國國民黨的 那中國國民黨反對民進黨 民進黨反對中國國民黨 竟然還在反對的地方在那邊成立 這樣有案半嗎 有嗎 這個就是有內幕 是因為你們可以任何 蔣經國跟他們說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唯一的是不能更改中華民國 所以阿炳說 我已經效忠中華民國 我要改造台灣共和國 不可以啊 因為我要改國號 我要改憲法的時候 一百零四條在等他 一百零四條 但阿炳 違背誓約者 西樓一條 死路一條 一百零四條 所以最後讓我們看到我們 最後一分鐘 我們看看 我們 我們的秘書長 很漂亮 期待我們的將來的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有沒有那麼漂亮 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我們加油 讓我們可以看到 讓我們可以看到 秘書長蠻可愛 真的是帶領我們 他也蠻辛苦的 所以他辛苦 我們也要一起辛苦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現在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